我要喝水 要喝水 清明節連續假期第一天 不少民眾都上山掃墓 民進黨紀詠室黨部維持多年的傳統 特別在南農公墓設立茶水服務站 遞茶水送面子給來往民眾表達關懷 每年一度的清明節 年假的季族的開始 對於盛中追遠的事情 我們非常的有感 所以每年都必須在這邊 給我們的紀詠室的一些民眾 在我們南農公墓的墳場這邊 因為樹木比較多 所以我們找一個人數比較多的地方 來盛中查水 對於我們民眾的盛中追遠掃墓的活動 我們非常的感佩 紀詠室議會議長同志偉 與參加民進黨紀詠室立委初選的三位候選人 鄭文廷 張志豪 張敏軍 及多位黨籍市議員也出席共襄盛舉 我們民進黨長期就對這個都會來發水 每一年我們所有的黨員 所有的同志都會來一起發水 然後熱心的服務 那我們現在賴主席也特別強調 我們黨也要公益化 所以我們特別呢 我想我們紀詠室黨部也非常用心 特別地擺上茶水的服務 然後貼心地地上水幫忙提東西 然後幫忙拿東西 我想這是一個符合賴主席的精神 那我想我們民進黨的所有同志也都會繼續一起來努力 清明節是一個聖宗追遠的日子 那我們每年都會來到南農公墓做茶水的一個供應 結合黨部的這個茶水供應服務 那我想我們主要也是在跟大家一起來做一個 對我們前輩我們先人的一個追思 在大家順中追遠的同時呢 我們民主進步黨也是表示我們也是跟大家一樣 跟大家站在一起 然後希望能夠陪伴大家一起度過這個清明的節日 其實最重要的也是 陪伴大家在每一個最重要的時刻 我們都站在一起 民進黨金融市黨部已經連續十幾年來 都有在這邊舉辦 我們來清明節來提供茶水的服務 然後來去慰勞這些來去清明祭祖的這些市民朋友們 那秉均今天也是配合我們黨部主委的活動共襄盛舉 就是希望在這個聖宗追遠的過程當中 也可以給我們民眾最適當的一個補給 那在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我們現在有非常多的民眾都陸續前來 那所以這邊也要提醒 我們要前來掃墓的好朋友 我們還是多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那來避免我們周圍的一個交通產生擁盛 那希望讓上來掃墓的我們的市民 那大家有水可以喝 那因為我們這個男友公墓上去的路還很長 那掃墓的路途會很艱辛 那大家如果有需要我們的話 不管是需要服務還是需要我們的水 或者是需要休息都歡迎來我們 民進黨金融市黨部的茶水站喔 這項茶水站服務一連持續兩天 共提供120箱的瓶裝水及上千包的麵紙 希望協助民眾慎中追遠 緬懷先人 記者張綺藤金融報導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